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显不是一个风格 许豪颖的发型很多变 各种各样的非主流尤其多 在别人看起来 越怪异越无法接受的风格 总能在许豪颖身上看到 似乎不奇特 就不时尚成为了许豪颖追求时尚的支撑性思维 所以 这次徐豪颖的发型也同一望一样 非常有个性 很有辨识度 林娅在这里一定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徐豪颖的普通色皮肤 徐豪颖透露时装电位期工作交由同事和拍到复礼 顾有较多时间玩滑水 而且带女儿康迪同行 因为也想女儿跟她玩 她又指老公陈奕迅也求她一起打网球 又叫女儿去 不过她没去 因令人玩滑水 最后 陈奕迅也来一起和徐豪颖玩滑水 就是玩快艇 所以说 陈奕迅真是快把徐豪颖宠上天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徐豪颖露露出来的腹迹也是古铜色的 对于一个喜欢玩快艇的女人 她也一定和快艇一样难以驾驭 这估计也是陈奕迅喜欢徐豪颖的地方 因为不一样和勇气吧 就好像徐豪颖身上的这件娃妖装 个性十足 时髦帅气 而且 徐豪颖的腹肌真的是很惊人 真正的是肌肉 在想想女明星们秀出的那些马甲鞋 若抱了 网友称 大开眼界 难怪陈奕迅宠上天 徐豪颖这一身黑色系娃妖装 苦苦的 很有心 还差到好处地秀出了健康迷人的腹肌 而且 不需要尚为过于丰满 跟徐豪颖的平板身材很搭 所以说 徐豪颖总算穿对了